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冬夫 即興 為何那麼興奮 說來聽聽 瑞士諾桑管理學院日前公佈2024年世界競爭力排名報告 香港今年排名上升兩位 重返全球五強 而競爭對手新加坡 就位列全球榜首 香港排名回升 好事來 因什麼解救即興呢 慶香港始終都是比新加坡騎主 我是慶港府 捉倒鹿不懂得脫國 財金官員例排賽自我感覺良好 網上發文又是官八股三腹皮 什麼香港維持自由開放 高效和安全的營商環境 資金和資訊自由流通 blablabla 下山五百字 就是了 說起香港的高度自由 怎可以不提色情資訊自由流通呢 第二樣不說 只說醜聞不斷的Google旗下影片分享網站 YouTube傳播的色情影片越揭越多 東方傳媒機構近日再發現5條YouTube影片 今日致鹹警務署及電影報刊及物品管理辦事處 及立法會作出檢舉及投訴 促請嚴肅跟進及正式YouTube禍害 亦是東方兩年多以來 第21度致鹹當局檢舉 想真點 東方打這麼好的牌 官老爺為何不懂得上 你想想 寫一次信你不理 或者是不為意 兩次你不理 或者是塞進去櫃桶底 四次、五次 到現在第21次 當局都是一副noted with dance的態度 大家有眼見即是激起全民怒火 即是一向被不少市民批評 人多不辦事的尊貴議員們 逼於輿論壓力 都要不斷以敦促政府正式YouTube人風 當局一樣頂著壓力不動如山 這些就是古人所說 雖千萬人吾往矣 就是貧賤 不是 應該是淫賤不能而知 港官不趁今次競爭力報告的機會 向全世界說好香港的色情故事 更多何時 想到東方都算真是不說得了 揭而不捨檢舉YouTube影片 21批影片每次都有新角度 好像今次發現的5條影片一樣 又有新有了 其中一條影片 有一對男女 以女上、男下的姿勢在床上交換 女子半裸顯露雨房 做出各種異淫露骨動作 其間 女子突然用尖銳的長指甲 滑破南方肚皮 並沾滿鮮血 並將染血手指放入口甜 更作勢殺死南方 影片最後以男子 其實是惡夢作結 堪稱惑惑新鮮惑惑惑 這就是重點了 正常來港官老爺 就算真是有心重任護任 難道又好像演員拿小金人 港官是否都第一時間撲出來 敲鑼打鼓抽水說是假傑冷嗎 現在好了 東方要求當局 就各式YouTube鹹片進行評級 就好像東方在今年6月7日和14日 也就是第19及20度 檢舉共10條涉及色情及不雅的YouTube影片 任審處20號公告 其中6條被評為暫定類別 第三類別任蝕物品 其餘4條則一律被暫評為第二類不雅物品 而被暫評為任蝕物品的多條影片 涵蓋性虐待 甚至出現斬斷頭顱等恐怖影像 那即是當局變相廣告天下 只要不斬脫頭不SM 美女怒空裸跑 可以是一級老少涵義 既非任蝕亦非不雅 一家大小星期日在茶樓 哪看哪送一宗兩件都還可以 替陰毛和按摩胸部 也只是二級不雅 說就說18歲以下不給看 但實際上有個成人帳戶 就可以全日放題了 這些才不是推動任戰自由法的最高境界 一般level的護人 官老爺隻眼開隻眼閉 班友暗瓦底自己做好地地 反而你不知定走去問清問楚 就肯定會被ban 現在香港這隻護任完全高了一個層次 制定清晰標準 透明過透明膠紙 堪稱積極不干預 有例可尋 自然有利營商環境 看來明年競爭力排名榜 香港壓波有望 事不宜遲 又是時候看看各界對Youtube 淫風泛濫不止有什麼看法 東夫 即應 我們這些做家長都不應該看 何況是小朋友 Youtube基本上 你個個都有電話 你拿開打開 你就個個都看到的話 你這個機實應該一定要去管 對不對 政府是一定要介入這些的 因為你現在的風氣不同以前 現在簡直是開放到沒得再開放 審查機制當然要 但是你怎麼審查呢 YouTube全部都是要是直播 要是錄影 如果你直播就沒得封鎖 除非你封鎖YouTube 你叫政府封鎖YouTube YouTube根本現在很多人都看的 你如果把他這樣播出來 你那些市民會影響很大 那些市民會無緣無故都會彈一些東西出來 小朋友在看他也有那些看的 叫政府和她說盡量不要播這些 自己的一些影片或者別人上載的影片 是要主動限制讓18歲以下的年輕人他們去看到 當然在這方面政府也有責任 你們說的任審處更加是責務旁態 是要去處理這些問題的 因為現在基本上每個年輕人或者甚至小朋友 他自己都本身有一部這樣的手機 如果他是有意地去看的 當然是接觸可以無限無量這些色情暴力的資訊 但就算是一些小朋友他可能不小心去看到的話 根據那個電腦的推算法 其實他是會不斷地去推薦這些這樣的影片 給這個年輕人去看 變了對於他們的成像其實是有一個很大的不良的影響 所以我自己覺得YouTube作為一個這麼大的機構 他是要有一個把握的角色 並不能夠把責任推給那些讀者或者那個青少年 他自己確定了自己的年齡身份 他進去看就沒問題了 我覺得絕對是不足夠的 我認為青少年過早接觸程式信息 會影響他們的思考方式和對性的態度 我記得有一次一個小鹿的男生 他也看了很多色情資訊 他在他的言談和人聊天的過程裡 其實每幾句就會有一句關於性暗示 或者性器官的詞語會說出來 所以其實在說話上也會有影響 也會影響一個人的行為表達 以及對人的態度 特別是否尊重異性 視對方是一個有情感 有血有肉的一個主體 還是純粹是一個客體 純粹讓我們可以玩樂之用 就好像傳播學的一個基本理論所說 You are what you watch 你就是你所看見的 都會塑造我們成為一個點的人 我自己過去十多年去中學、小學去分享的時候 都有問他們第一次接觸色情的年紀是何時呢 以往大概七至八年前大多數都是特別男生 都會回答是中學的階段 但是近這三年開始 其實他們就開始說 其實是小學是第一次接觸 所以他們在接觸程式訊息裡 是提早了的 廣告回來繼續和大家東呼 接應 繼續東呼 接應 說起推動淫戰自由化 提升香港競爭力論功行賞 又怎麼少得立法會議員那份呢 你說他們沒有關注網上色情資訊氾濫 又不公道的 你看看有議員就網上色情網頁數目日增 對青少年造成不良影響質詢當局 對該等網頁有什麼監管以及有什麼措施 防止青少年瀏覽該等網頁等 而且日期還是1998年7月29日 26年流流長 趙繼真是有心為市民把關 保護青少年健康成長的 沒理由網上色情資訊越來越氾濫 而且還養肥 以及Youtube這個播吟專頁 沒錯 當年曾國藩打太平天國 周報朝廷直應屢戰屢敗 有幕僚提醒他 說屢敗屢戰整件事好多 議員們打擊以Youtube為首的網上 吟風歪風 到底是屢戰屢敗 還是屢敗屢戰就不知道 我只見到26年前 青少年還要逐個逐個閒網上 現在可以一暫式 在Youtube瀏覽各種教學影片 隨時隨時實戰都可以 那又沒有低估議員的堅持度 正如有廣告醒一條好逐個觀眾 想長命白水話都沒那麼容易 堅持連續100年飲用XX牌牛奶 26年前議員敦促當局監管下網 26年後的今日繼續辛火雙傳 後進門又是口嗡嗡要在相關委員會 跟進和討論Youtube播人問題 堅持連續四分一個世紀監察政府 真是陰莖陰莊 好了 今集節目時間又差不多 大家有甚麼申訴 記得致電我們爆料熱線36003600 讓我們第一時間和大家 東富 吃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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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